徐谷 你怎么了 发什么愣啊 看见什么了 他身边同伴看见徐谷脸上表情 纷纷疑惑到 这徐谷看见什么这么吃惊了 一个个也纷纷转过头 就看见远处 一道可怕的流光朝着他们这 急驰而来 这道流光出世还在远处 眨眼落到身边了 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沙蚁 轰的一下 一股宛若山岳一般的威压狠狠地震慑而来 刹那间 谷口的十几人顿觉浑身一冷 好像被什么远古猛兽盯住了 那浓郁的沙蚁宛若 十指般落于他们身上 在这股冰冷的沙蚁之下 他们一群人全部呆若母鸡 动都不敢动了 仿佛动一下就会遭受到灭顶之灾 好恐怖的沙气啊 其中 有几名天才刚感觉自己气势被压制了 正准备冷哼一声 摆脱这股沙蚁的束缚 可刚抬起头 看见秦晨冰冷的目光 顿觉一盆冷水从头浇下 瞬间连半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秦晨刚才虽在远处 却清楚地听到他们交谈 一张脸冰冷无比 冷冷地盯着几人道 我大魏王朝弟子是不是在山谷里 小子 我凭什么回答你的话 你做什么东西 一名六节后期武尊听到秦晨不客气的话 顿时一声冷哼 只是不等他把话说完 秦晨已经病冷地看过来 轰的一下 幽深的眼瞳中 一道害人的精神里一闪而逝 武者只感觉浑身止于一个寒冷的冰窖 瞬间如垂深渊 他浑身血液到凝结了 整个人扑通一声跪下来 浑身冷汗淋漓 动都动不了了 这一刻 死神仿佛已经叮嘱了他 只要他有任何一丝举动 就会瞬间暴毙 我再问一遍 我大魏王朝的人是不是在里面 秦晨浑身杀意四溢 谁都能感受出他身上森寒的杀鸡 那名叫徐古的舞者第一个回过神来 他虽然同样惊悍 却比其他人更冷静 现在秦晨问话 他连忙躬身对秦晨施礼道 是的 齐少侠 你朋友就在神谷里面 东南方向的深处 里面还有十几个大前王朝讲者 沈公子也在里面 徐古话还没说完呢 发现秦晨就不见了 甚至怎么进的山谷都没反应过来 笼罩着众人的冰冷气息 也随之消散一空 所有人都感觉松了一口气 惊骇地看着秦晨消失的所在 一个个内心惊激 好恐怖的杀鸡 好可怕的气息啊 虽然秦晨修为不比他们高度少 但他们能感受到 刚才如果他们敢有丝毫不敬 对方绝对能一个照面把他们杀了 那种凌厉的杀鸡 甚至比他们在各自王朝老祖那里还可怕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怎么能散发出这么恐怖的杀意呢 一股冷风吹过 众人只感觉背后冷汗淋漓 身上衣袍竟然一个个都湿了 我太可怕了 我怎么感觉秦晨气势比那沈公子还可怕呀 虚骨擦擦额头冷汗 男男的 看来这个大前王朝又麻烦了 那秦晨这么可怕 过会儿 顶着还有一场惨烈的厮杀呀 之前被秦晨吓得跪倒在地的后妻五尊 他脸色痛红 咬着牙恨恨地说道 就凭他 他也想给沈公子带来麻烦 傻傻冲进去 就是送死 他眼瞳中充满怨度 显然 先前丢这么大一个脸 心中无比傲懒 只是场上没一个人附和他 一个个身形一晃 全部急匆匆 朝着山谷内部飞掠而去 这这根本不想错过这场盛世啊 眨眼功夫 原本聚集不少舞者的山谷外 所有人走得是一干二净 空空如也 此时的山谷内部 黑奴布置的阵法已经到处都是裂纹 伴随大前舞者再次强势出手 轰的一声 整个阵法瞬间破碎了 原本笼罩住黑奴他们的白色光照 瞬间破碎开来 化为虚无了 露出了里面黑奴等人惊怒的目光 沈公子 沈公子 阵法已经破了 狗风来到沈梦辰面前 谄媚地说道 本上已经看见了 沈梦辰冷笑一声 嘴角勾起一次淡漠的笑容 你们在逃啊 啊 以为躲在里面 拿你们没办法了吗 害我们耗费这么多精力 几名大前王朝的武者 脸上戴着冰冷之意 缓缓把黑奴几人 进阶包围起来 眼中绽放出冰冷的冷笑 他们静静等待着 看着沈梦辰 缓缓地走上前来 几个蝼蚁 浪费本少时间 沈梦辰目光扫过场上的 黑奴一行人 最终目光落在 幽千雪的身上 看着身材傲人 脸蛋绝美的幽千雪 沈梦辰眸底 闪过一次色欲光芒 他宁笑道 哎呀 不管能品尝到慈美人 也不算浪费 身材和脸蛋都不错 不知玩弄起来 滋味如何呢 沈公子真有眼光 此你身材最棒了 不过另外两个姿色也不错 看起来二十不到 也都是六姐五尊了 沈公子 若是可以 兄弟们也想尝尝婚 另外几名半部武王也凝笑起来 但目光呢 却落在紫薰公主 秦莹两人身上 色眯眯斗 他们都清楚 幽千雪肯定是沈公子品尝 但剩那两个嘛 只要沈公子高兴了 说不定也能让他们爽快爽快 这却是意外收获呀 也不枉费他们浪费这么多时间 耗费这么多精力 破开这阵法 把心少不了你们的 等本公子玩弄够了 一定让你们也尝尝 沈梦辰随意道 诶 多谢沈公子了 狗蜂等人激动他 现在你过来 好好伺候本公子 如果伺候得满意 说不定我大发慈悲之下 给你们留一个全尸呢 沈梦辰对着幽千雪斜一等 那神态呢 好像皇帝挑选自己妃子 你去死吧 呸 幽千雪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沈梦辰嘴角勾勒起笑容 有个性 不过你以为这样你们能活下来吗 看看你们四周 被我大前王朝的人包围了 就算你们拼死 又有什么用呢 若是伺候得本公子满意 本公子高兴之下 说不定给你们一条活路也不一定呢 诸位 你们说是吗 沈公子带着调笑之意 甚至还朝山谷外的其余势力舞者浪声道 哦 是啊 美女啊 满足沈公子要求 说不定能有活路呢 沈公子可是我百朝之地十大新宿之夜 不知多少女巫者想着伺候他呢 这么好机会不抓住 果然是白痴啊 山谷中 其他市里诸多舞者冷嘲热讽起来 游千雪等人脸色铁青 怒声道 滚 脾气还是这么臭 看来非要本公子用墙了 可惜啊 本公子不喜欢用墙 再给你实习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这次游千雪没来得及说话 就听一个冰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不用了 这实习时间他们不需要 倒是你们需要这实习时间写一言 好好把握吧 谁在那大放厥词 给我滚出来 大前王朝舞者顿时勃然大怒 纷纷转头 然后就看见脸如寒冰的秦晨 从山谷外缓缓走来 甚至就在他们数十米之外 是你啊 他们在天魔秘境开启时 都见过秦晨 自然认识对方 知道他是夺取大前王朝名额 杀了司空见血的秦晨 一个个瞬间大喜 可大喜的同时呢 也都心生警惕 秦晨距离他们只有数十米 他们先前竟然没感觉到 这是什么眼泥功夫啊 而狗风更是呆住了 你是那秦晨 你竟然还敢过来 他可不认为秦晨是无意中闯进来的 能这么快过来 定然是得了消息 可既然这样 这小子还敢过来 这是对自己多自信呢 陈少 陈少 黑奴他们看见秦晨瞬间也呆住了 旋即一个个露出激动的神色 而优谦雪更是不误一切飞扑过来 刚才的惶恐 愤怒 无助 完全消失不见了 有秦晨在这儿 他感觉什么都不用怕 看到众人激动的神色 秦晨内心也忍不住激动 他心中甚至有了一丝庆幸 还好自己来得早啊 若再晚一点 他都不知会发生什么 前世的他 没有亲人 没有朋友 极为的孤单 他只是一头扎在武道和炼药 血脉的海洋之中 这一世 他有这么多朋友 还有亲人 让他感受到前世不曾拥有的快乐 所以也更加珍惜这一切 这是他的密林 任何人都不能碰 对不起诸位 我来晚了 秦晨自责道 虽然及时赶到了 可他还是责怪自己 没有更早一点来 不然呢 大家也不用担心受怕这么久了 他能感受到 先前大前王朝武者疯狂进攻阵法时 黑奴他们内心的愤怒和惶恐 面对生死 就算再看得开 也不可能淡定得起来 哎 陈少 你别这么说 你来了就好了 黑奴笑 此时他眼中的担忧和愤怒完全消失了 有的只是淡定 跟了秦晨这么久 他很清楚 陈少只要来了 一切都没问题 现在该恐惧的应该是大前王朝的武者 恐怕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将会面临什么下场 或许呢 他们现在觉得陈少傻 竟然还敢出现吗 果然 如黑奴所料那般 听到秦晨刚才的话 大前王朝武者全部哈哈大笑 那么听见了 这小子刚才说什么 说得来晚了 难道他以为自己来得走 结果有什么不同吗 此人还说要让沈公子留一言 太放肆了 可能以为自己杀了司空见血无敌了吧 来 拿下他 让他知道 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 大前王朝 大前王朝诸多武者全部冷笑起来 其中一名六阶后期巅峰武尊二话不说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身形一晃 直接杀下了秦晨 兄弟们 此人交给我了 我倒看看他到底什么能耐 敢如此口出狂言 武尊冷笑着开口 体内六阶巅峰的真力运转到极致 一记掌道屁了过来 错骨分尸手 浓郁的杀气从手掌中抱勇而出 化作一片黑色的长友